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还是为大家分享一下 以横画为竹笔的六个汉字的书写 今天的这次分享应该是 以横画为竹笔的这种内心的分享的最后一期 后面我会逐渐更新其他笔画的 为竹笔的汉字的书写 往后去应该也是每个视频会有包含六个字的写法 好 那么我们先看今天的第一个字 今天第一个字是杀 打打杀杀的杀 我先书写一遍 好 这个杀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啊 上面这个撇点啊 笔顺一般是先撇后那啊 或者先撇后点啊 这个撇画呢 起比会比较高啊 撇画是斜撇或者是呢 撇点 但它又比撇点要长啊 这个点画呢 在写这个点画的时候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点的起比的位置 要比这个撇画的起比位置要低 不要比太高 另外呢 我们还要观察这个撇画与这条竖中线的它的焦点啊 这个长点呢 应该从这个竖中间的它这个焦点穿过去啊 从这个焦点穿过去 然后呢 这个点的末端啊 要比这个撇的末端呢 要略微的高一点点啊 形成一个斜式啊 下面这个横呢 那毫无疑问 就是整个汉字的竹笔了啊 横与上面的这个部分啊 撇点组合呢 离的稍微有点点距离啊 留一点距离出来 不要贴的太紧 否则我们下面这个竖沟的竖画上面出头的地方就没地方处理了啊 竖沟与点啊 竖沟与这个撇点的一个交叉点对正啊 从这个地方看看 差不多对正 因为这个交叉点在这条竖中线上面 所以说 这个竖沟啊 它的竖画部分几乎也是在这条竖中线上面啊 勾画呢 不要太平啊 差不多45度角出去 点坡度大要小 这个点呢 还要长 坡度平一点点啊 这种点点组合的那种类型的 我们在很多前面讲过很多次啊 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这个点的末端呢 要比这个左点的末端要低一点啊 但是不管这个有多低 这个汉字当中竖沟的这个地方 起沟的这个地方是整个字最低的部分 不要把这个点的末端写成比这还低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字啊 第二个字是杂 杂乱的杂 我先书写一遍 注意上面这个9的笔画顺序啊 9是先写的撇 再写横着弯垢 撇是斜撇 长一点点 横着往上撬 钝 钩 也是一个斜式啊 这边比这边高 横画呢 竖展 竖放正中间 这也是竖歌啊 这个杂这边呢 也是一个竖歌啊 下面 呃 这两个不能写成木啊 但是呢 其他为木的字呢 我们写成形书或者写楷书可以写成这种结构内形 但是呢 这两个呢 不能写成木啊 本身呢 这下面就是横加小的这么一个组合 好 这个杂这个字呢 难度不太大啊 就是把这个9呢 写小一点点啊 另外再写下面这个点点的时候呢 要注意观察上面这个9的一个宽度啊 它们的宽窄上面应该差不了太多 但是中间这个横画呢 要长一点啊 把它凸显出来 好 就是这两个字 它两个有一个相同点 就是下面的组成部分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面应该是木的 而不是横加小的这种结构是哪个字呢 比如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字啊 朵 花朵的朵 花朵的朵啊 下面呢 就是木啊 就不是这种横加小了 但是在规范字当中啊 横加小就是这个杀和这个杂两个字 其他的全部都是木 我们继续看这个朵的写法 朵呢 这个撇画是竖撇啊 别写人写撇了 竖撇 短小一点啊 不能写太大 横挑顿笔 竖弯 这个地方呢 没有勾画 直接到这停住就好了 好 注意 横画又是竹笔啊 这个地方呢要超过它啊 竖画与中间对正 这是什么树啊 这是垂陆树啊 不是旋征树 因为旋征树 嗯 后面不能有其他笔画啊 这个后面呢 还有一个撇和那 所以这个术画呢 只能处理为垂陆树 撇短 纳平且舒展 一般来说呢 是撇短纳长 好 这是第三个字 这个朵呢 难度不太大啊 啊 但这个地方我再做一点补充 朵呢 写成形树的时候啊 或者形凯的时候 下面可以写成 横竖构点点啊 这样也是可以的 包括其他下面啊 都是木字的这种字 写成形树或者形凯树 都可以处理为 横竖构点点啊 这样的处理 好 我们再看 呃 第四个字啊 央 中央的央 央的笔画顺序没什么问题啊 我先书写一遍 第一个竖画呢 要往左倒 贴这个竖中线稍微近一点点 否则我们待会整个字的 上面这个部分会写的很宽 好 这个注意一下 横画呢 是从 那个 与这个竖中线啊 交叉的时候呢 要看一下 它左右 长短是差不了太多的 要左右对正 下面呢 这个又是竹笔了 这笔有点陡啊 今天不知道为啥 好 这是竖撇 竖撇起笔高 竖 撇出去 这撇出去多一点点 要超过这个位置啊 要超过 撇纳要舒展嘛 按照规范字呢 这是纳画 啊 我们还可以把它处理为点画 除非这是反纳 啊 我们这里呢 就按照规范字的写法 处理为纳画 看一下纳的啊 它与这边撇的一个那个间距 或者他们的一个位置关系的对比啊 撇画呢 下面坡都会比较大 而纳画呢 会比较平 轻到重 好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 如果我们直接收笔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个顿的啊 当这个纳画往斜下方走啊 但是这个是略带一点点弧度啊 不是绝对的直 往斜下方走的时候呢 看着与这个撇的末端差不多平齐 或者是稍微低一点点的时候呢 到这个边停住 然后呢 再往那个 右方 直接拖出纳脚 这就好了 啊 下面这个撇纳组合呢 看 纳在下 纳的末端在下面一点点 撇的末端呢 在上面一点点 这种类型呢 嗯 就是 撇纳组合出现在汉字的下方的话 一般是 撇收缩 纳舒展 啊 这种规律我们前面也讲过 啊 这个字呢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 把握好它的一个 左右的一个对称关系 啊 嗯 如果说这个横画呢 长的话可以 左边的这块长一点点 右边稍微短一点 啊 横画左展右缩也是可以的啊 没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说这边很短 啊 这边呢 这边的左边的很长一点 右边的很短呢 那么我们再写 可能这个那会儿就能再 得稍微再拉长一点点 啊 再来追求整个字的一个平衡度 好 这是第四个字 我们再看第五个字 第五个字呢 这个字啊 在笔画顺序上有争议啊 嗯 书法界当中 啊 都普遍的 都是公认的为鲜血皮 而规范字当中呢 是鲜血的横画 那我们看看是什么字啊 就是有 有无的有 我们还是按照书法当中的写法 鲜血皮 皮短一点点 嗯 这个横画的主笔长 往下压 好 注意这个下面这个月字部啊 与这个竖中线的位置来比较的话呢 它是略微的偏右边一点点 竖画呢 后面这个竖画的长短呢 要比前面这个竖画长短要长 另外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坚决关系了 好 这是 呃 在书法当中呢 常用的一个笔画顺序的写法 但是在规范字当中呢 一般是掀血的可能在写片啊 好 这个呢 大家自己去灵活的把握 自己怎么写 顺畅就怎么写 嗯 按照 呃 有字的形书呢 它是先写撇再横 这么绕过来的 再写竖 横着钩 点点啊 但是也有呢 也有书家写的是 横再撇 竖横着钩 横 啊 这个呢 具体怎么区分呢 比如说 这个有字呢 是横长撇短 对吧 所以说这个书法当中是先写的撇再写的横 另外和与它相似的还有一个字就是 右 右边的右 也是横长撇短 所以也是先写的撇再写横 但是左字呢 左字的写法和右字不一样 左呢它是横短撇长 所以说 左呢一般来说就是先写的横 再写的撇 啊 这个 嗯大家可以自己去灵活的运用 啊不一定是绝对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字啊 导 导向的导 导游的导 上面这个部分呢 这个四这个部分啊也要写小 竖短 竖 弯 带点勾勾 这个勾勾的位置要超过上面这个横折的位置啊 这个四本来就应该要超过啊 但是写这个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啊 这个横 这个横还有竖弯勾的这个凹横 它们的间距关系呢也是差不了太多的 好下面就写到竹笔了 横花要长 出锋 注意下面这个寸啊 嗯 寸的竖划呢是六的往右挪了的 啊这个往右挪 点花呢 不要写太低偏高一点 甚至写的这个横线上面都是可以的 好 尽量的偏左边 嗯 像写这种竖钩点的这种内心呢 寸的这种内心呢 这边这个点一般都是偏高点 而且偏左方 不要呢 离这个竖钩太紧 太紧的话呢 这个地方会非常的空 好 今天的关于这个 嗯 横画为竹笔的六个字的分享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呢 嗯 为大家分享以数画为竹笔的汉字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您生活愉快 祝您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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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